大家好 我要介绍介绍 这是我们在一块儿玩的十多年的一个牧友 应该叫十多年了 这个我们管他叫道党 确实这个人懂事儿特别特别多 今儿个从陕西 从陕西开舍过来 转门都过来 其实我们这年头真的不算少 十多年了就是没见过面 今儿咱是头一回 今儿来了之后啊 我们俩念着念着就说是这个 这个木工的事儿吧 别的咱也不能忘了 是吧 道长你说什么 你道长的口才要比我口才强多 千万别成功道长啊 这几年因为道长的名号给我称坏的 要不然我长两个名 道长长不够啊 道长应该是个能源 道长你要是管干一样木槿活 你绝对是挺低的 但是道长会都快躲 道长主要是什么种大棚啊 什么开散弄石头 因为我们在一个区里 他自己在散里住的 他都不全知道啊 所以说 还是道长你说说 所以说起新老这个事儿啊 还有这个木座 我大小就在这个木头 木头堆里长大的 我大伯呢他就是一个木匠 在农村里给人盖房子 打窗户 做棺材板 啥都干 一起和他玩 后来我二哥就是 也是给人做家具吧 然后做门窗 给他去打手 自己学着做 从小就喜欢玩 动手的行囊 啥玩意儿都干吧 然后呢有一年 突然间碰巧呢 就在聊口口 就发现了新老的群 就加进了 然后一看 哎呦 我觉得这个长主 挺佩服的 很多人都在里面提问 年轻人都在那提问 不厌其烦的这回答 这个事我是做不到 我就感觉啊 新老这个人 怎样讲 很随和 很没有价 那么我就一直 从口口群里就跟了 包括新老办网站啊 办网站 然后出东西 发作品 都一起可以做 这事儿 这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这十多年前的事儿了 然后就开始做 但是让我最欣慰的是什么 在网站上看到新老做那虾巴 对 这个虾巴在我记忆里 在我们村里 它是一个商 曾经有一个木匠 做了两个虾巴 就送给了我们村里的人 结果我大掰啊 还有好多木匠村里 感觉 就俗话说吧 十二能的人 就没有弄到一血 对 然后我看了新老那个虾巴 就把这个东西 琢磨着 然后看 有简单的工具 就抠了一个 我也说没错 我记得我记得 这十多年了 我记得好像 料是史料 史料 好像弄了 红杆放微波里 对 没错 对 史料 搁在微波里 能了 骂事儿都想得到 所以说 还就算弄些年 咱家没事 都能借个那个 拉匹菜了 我们都在一块 应该还行 道长应该 应该是 或者道长这个词啊 好像 你说道长能来能去的 确确实实 其实在这个手做也好 干其他任何活也好 动手呢 可以给人充分一个思维能力 和判断能力 对 尤其说培养耐心 这个更其重要 做木活 我认为是更好一个锻炼人心态 一个心性的过程 没错 最简单的说就是呢 比如拿一根条子啊 拿一根条 要开始打磨 从六十 一直打磨到五千 那么他就一级一级 一层一层的磨 很枯燥的 很单一的一个动作 在这去完成它 最后把它打到自己最后的极致 你要一级一级的过 他就很完美 如果说心情急躁的话 就会出现一些障碍 有漏沙的可能 没错 就不漂亮吧 没错 你要从六十一下磨到五千 那也肯定打不好 对 打不好 所以说它也是一个在 磨炼人意志的过程 没错没错 你做活它又是一个配合的过程 不管说一个散风间也好 还是一个寒风间也好 它就是讲究的是配合 没错 那么人和人之间也是一种配合 朋友之间有默契吧 对对对对 我们聊天也要找一个默契 对吧 对对对对 所以说学活呢 学生和师傅呢 师傅然后教徒弟 要配合的默契的 要有耐心它就行 绝对没有问题 没错 其实道长说的就是那么理 你要是做活也是 你得耐住寂寞 你耐不住寂寞 道长你借个东西 以前弄些事儿 你一干活脑子 不是想见了你做不好 做不好 是不是道长说那么理 你说要打磨了 你得一遍一遍程序 咱就简单举个例子 你说的意思 确实是那么理 就是后来在我的专业上面吧 通过做手作 可以让我更深的感受到专业 它所不足的 因为你不动手 你不能提完全的领位专业 就相当于说 说了一句话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们要做一个四眼八叉 看图是画的再漂亮 当您不动手 不用锯子去拿 你就不知道它有多难 看时间的 道长说了还真是 你看他说了又有道理 但是我讲不出这个道理的 确实实实 你看来了那学生来了之后 把那图画的 那是斐钻 回来之后他未必坐上 对 没错没错 就是这么无聊 就是说动手 通过动手可以充分的体验到 所有的东西 它的原始的根性在哪 不管干什么 像我在山上开石头吧 一块石头很完石 那你和一些老师样一请教 就知道石头它本身是有痕迹的 一个蝎子打下去 有可能夸一块 几米长 它就裂一道缝 如果你打偏了 没有找住它的 文路的话 它有可能 就打不掉 编一块 那么人也是这样 像这个尺子一样 说的取则权 要学会去包容 学会去理解它 它才能达到 我们所追求的那种样子 对吧 道长说的 确实有道理 其实我们说呀 这个道长啊 要按正理说 道长要学木匠是个好手 实际上说的道长会的就是堵 其实我老感觉 其实我们干木匠这行 应该跟你那也有关系 对 说的呢 你就现在就有点不正业了 你就是正式干你那行 你跑木区里混了 但是你确实喜欢木匠 你能悟出来这个木匠 跟你 他确实是跟那个 骂事都有点关系 我说不出这道理 这个其实呢 这道长说说 这个怎么讲呢 木活呢和道 就是我们常讲一句话 你日活做的不轨道 对 它不轨道 这个道呢就在木活里 它有一个法则的 人呢活在世界上呢 人也有一个法则的 就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讲 直来直去啊 对 我们不藏着不掖着 就是所谓的横平树直 那我们做一个小料呢 做一个家具呢 它首先呢就是刮平吧 没错 没错 那么我的人生呢 有毛刺对吧 你要把毛刺修正 也是一个刮平 没错 就是把性格刮平 把人履直了 没错 你抱自己物性 你也刮不平 对也刮不平 所以说一切东西 它都是密切相关的 比方说一块一个丸木 它一个原木 然后我们要把它做成材质 那么你就需要这个工匠精神来去琢磨它 把它做成任何一种动物 没错没错 我们人生下来在这个世界上呢 它也是一块玩物 嗯嗯嗯 那么如何让它走出归正呢 守住法子 守住底线呢 然后就后天的学习嘛 做到平直呀 你要去打造它 要打磨 要打造自己的思想 要打造自己的行为举止啊 等等一系列的 才能出来做一个完美的政治的善良的人 没错 这也是道的基准嘛 就我经常也给一些同道们就讲了 你这事做的不归道 比如说你做我们专业的事 我说您做的不归道 为什么 我们都用不同的行业 却用同样的词 对 说明我们有根捷啊 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种根捷 对 其实我也老说句话 土地干部活 我你这活真的不归道做的 确实是能和灵 这个道是什么 就是一个法子 一个原则 是一个基准 我们要守住这个基准 慢慢的它就会规矩在里面 在框架内嘛 就好比书上说的 上山落水 水善 善这个东西啊 可随行 随意塑造 我们想 放在杯子里 它就是一个杯样 放在碗里 就是一个碗样 可以变形的 那么人也是一样的 我很柔和 我很怎样去对面 相当于我们在做活是一样的 没错没错 做哪个活也得去用心去打造 对 用心去打造 你不打造这个活 说在那你也做不好 做不好 没错没错 其实有些事就是有点相同 对 都是相同 我们其余的根基是一样 没错没错 就相当于说我们中国人 您是天津的 我是陕西的 对 那么一说哪呢 我们都中国人 我们是阎黄子孙 这是我们的根 没错没错 还是所长的 还是到达会做 人家有时候有些事吗 能给人解释筒 我呢 除了到达做活做的不好 我能给人解释解释 这活你没法做不好 你要是别的事 我只跟到达没法比 人家就是解释东西 人家的事 比如做活您是专业嘛 讲这些事我是专业 对应该是 像我从到这里来 这么多年一直在向您请教做活 各种呢您也给我知道 对吧 那么就是我从您给我指导 让我体悟出来更多 来修正我的人生 没错没错 让我来更好的健全完成自己 对对对 是说你有时候讲了道理呢 我有时候也是用这个道理 去学生讲 确实就是那么个理 往往有些事咱都是相同 但是反正 这个手艺 我们永远是手艺 你是能说 但是你也会这样 我就不说不会 如果道长要不会这样木工活 我也不跟他打交流 因为他自己也做活 所以说我们才能弯在一起 是不是都聊 对对对 其实做人嘛 就是简单 简单的事情重复的做 就是到 拉锯子一样 刮料 锯不值 多拉 稍住吧 我们常常的话 拉二里地 肯定要拉直 没错没错 刮料也是一样 你刮上两百斤爆花 你看哪有刮不平的 没错没错 到了要切十四公里 给大伙说咋子 拜拜 拜拜 拜拜